这个体育老师不要太变态 靠着一张俊郎的脸 天天让发育期的女生当面跳操 但这还不过意 他催促大家快点下水 懵懂的姑娘们也并不建议 还有一捉弄 这时 老师故意喊斑花上来示范人工呼吸 下一秒 一旁学习的女学生不禁惊呼 而斑花则开心地炫耀起来 殊不知这让角落里 暗恋老师许久的女生记恨在心 下一秒就把斑花的脸毁了容 老师名叫俊姬 已婚多年并且妻子身怀六甲 妻子舒颜不仅长得漂亮 性格更是温文而雅 在朋友眼中早已是模范夫妻 不过安逸的生活却被这个女生打破 女生名叫宝儿 因不满斑花侵犯男神 下一秒就爬上石米台飞了下去 心说跟我比狠 老娘看你救不救 老师差点吓闹一头扎了下去 上岸后二人的对视就向拉拉斯 让一旁的同学羡慕不已 接下来宝儿上体育课的时候 故意打扮得清纯暴表 这令俊姬看到恍惚不已 一不小心就砸中了她 吓得俊姬急忙把她带到医务室检查 而宝儿也非常懂事 趁着检查就把胸口贴了上去 这操作让俊姬血压直接干到一百八 略带生气地告诉她别胡闹 后来俊姬要去打橄榄球比赛 宝儿不但请她喝了能量 还来到场边给她加油 这让俊姬的队友们都看傻了 打完不忘调侃两人的关系 俊姬虽然嘴上否认 但来到车前 看到宝儿那年轻漂亮的模样时 心里那骚动的小路都撞弯了 第二天上学时 宝儿和朋友因为迟到 被俊姬法跑操场 看着宝儿娇弱的喘气 她此刻竟有了一丝心疼 跑完后的姑娘们因为太热 几人来到水池边细水 浑身湿透的宝儿展现出娇美的身材 这令偷偷观察的俊姬也想参与进去 不好意思串戏了 等到去关水管时 俊姬才发现宝儿掉了个发卡 她下意识地装进了口袋 万万没想到 妻子舒颜在洗衣服时意外发现了那个发卡 以为是俊姬送的礼物 直接戴在了头上 俊姬看着眼前善良单纯的妻子 一时愧就难当进了房间 这天放学 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 刚准备下班的俊姬遇到了浑身湿透的宝儿 看着落汤鸡般的学生 俊姬瞬间变身暖呢 给她买了一杯热咖啡 还义无反顾地把自己的外套扔给了宝儿 宝儿心里那个高兴啊 外套上弥漫着老师的香气 瞬间让她活力拉满 可就在她假装拉链卡住的时候 突然雷声响起 宝儿情不自禁扑倒在俊姬的怀里 妈呀 这尼玛配合的严丝和缝 哪都是花钱买的吗 随着这氛围感满满 俊姬再也不演示了 摊牌了 两人随即开始了激情保衍 正当二人准备深入交流时 突然走完传来保安巡逻的声音 俊姬赶紧把宝儿压到了桌子底下 可这封丫头竟觉得非常刺激 还不停骚清 俊姬吓得急忙捂住她的嘴 结果又迷过猛 宝儿竟被捂婚了过去 你别吓我啊大姐 这时碰巧老婆来送雨伞 俊姬只好硬着头皮把门关上 乖乖地跟老婆回家了 报家后 她焦虑万分 想到还在教室躺着的宝儿 急忙哄睡了老婆 再次回到了教室 可找了半天连个鬼影都没 次日 忐忑地她找同学们打探宝儿的下落 但同学们都表现得一脸懵逼 正当她束手无策时 宝儿竟大摇大摆地出现了 俊姬赶忙把手机还给了她 并表示昨晚都是误会 还恳求她不要到处万讲 可这疯丫头会守口如瓶吗 一回到家 她就急忙在博客上炫耀 拿下了校草老师 瞬间引爆了整个学校 校长看到后把她叫来询问 但宝儿却识口否认 称那些内容都是自己意淫的 因为自己很喜欢俊姬老师罢了 事情就这么平息了 但俊姬却深深感到了宝儿的可怕 于是故意回避她 但宝儿却不肯罢休 甚至进入了她的家庭 天啊 她就是那种我全都要的女生 好可怕 这天她和老婆逛超市 老婆说孩子马上出生了 为了贴补家用 有人高兴请她当家教 没错 那人正是宝儿 自此 三人生活在同一屋檐下 宝儿是不分场合地点的失骚 我都替这兄弟里把汗了 正往 于心不忍的俊姬 鼓起勇气打算不在隐瞒 就告诉我老婆 其实宝儿喜欢自己 可没想到舒颜压根没当回事 必说懵懂妻的孩子就这样 自己也经历过 可下一毛 宝儿就跟鬼一样的出现在床头 接着就把她拐到了 儿童房 做不可告人的事情 这还不算完 令她更郁闷的是 宝儿对她的爱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活活一出爱你爱到吃掉你 这天游泳客 鹰部满斑花故意清了俊姬 下一毛就趁洗澡时划开了她的脸 俊姬自责不已 好在女同事不停安慰 陪她喝到深夜 送回家后竟被宝儿看到 而老婆舒颜也警告她离老公远点 同位女人早就嗅到了她的小心思 但她怎么也想不到 此刻的狼阵在家里 往后的日子里 宝儿不满足和俊姬的现状 她的目标就是要取代舒颜 做俊姬的合法妻子 这天趁着俊姬不在家 宝儿干脆把两人的事抖了出来 并且还假装自己怀孕了 这让早有预感的舒颜还是当头一棍 这天夜里她偷偷跟着俊姬 看见她进了宝儿的家 舒颜彻底崩溃了 脑海里都是两人缠绵的画面 但其实俊姬这次来只是想做个了断 可此时的宝儿 已经爱她爱到了毁天灭地的地步 舒颜为了保持孩子的家庭完整性 决定先下手为强 她与女同事密谋 将宝儿骗到了家中灌了杯迷换咖啡 然后把她带到了黑诊所 打算终结宝儿的威胁 可医生检查一圈后却收了个惊天信息 宝儿不仅没怀孕 还是个黄花大闺女 我去 这是什么操作 原来这一切都是宝儿的幻想 俊姬虽然有越轨的行为 但一直没有突破那道防线 可此时宝儿已经磨着了 洗来后坚信是舒颜搞到她和俊姬的孩子 发了风势的扑向舒颜 幸好俊姬赶了回来 可因为猛烈的攻击 舒颜还是早产了 好在送到医院后母子平安 随着儿子的出生 让夫妻二人的关系也有了缓和 这俩货不会真把宝儿忘了吧 她开始了清算 首先除掉了女老师 因为她是杀自己孩子的帮凶 接着她又偷走了刚出生的婴儿 扔进了楼顶的蓄水池里 然后又告诉了舒颜孩子的位置 舒颜发疯似的奔上天台 看到水池里的孩子 不够危险的跳了进去 可此时才发现 水池里竟然是一个玩偶 而孩子则被赶回家的俊姬找见 宝儿这一番操作 只是为了灭掉舒颜 因为偏执的她认为 就是舒颜阻碍了他们的爱情 但一切都太迟了 随着水箱盖的关闭 宝儿打开了住水闸 后知后觉的俊姬赶到了楼顶 却只有宝儿一人 宝儿再见到她后 问了一个困扰全世界的问题 选她还是我 答案很明显 俊姬毫不犹豫地 救出了水箱里的老婆 而另一边的宝儿 则走上了边缘 无望地注视着赶来的俊姬 她不夹思索地就跳了下去 千俊一发直气 俊姬压住了她 而此时舒颜也赶了上来 俊姬要求老婆快帮帮自己 可老婆的话令她心痛 宝儿最终还是掉了下去 就像游泳科那天一样 最后 两人的生活重回平静 但俊姬时常在无人时止不住地哭泣 也许她一辈子都无法释怀 这个疯狂的学生 整部片子看完后 仿佛给我们立了一个好大的命题 婚姻让爱情升华为亲情 但当有一天爱情退去后 遇到让她心动的人时 这又算什么呢 最后宝儿问她 难道这不是爱吗 真的很难回答 如果真的爱 我想俊姬应该毫不犹豫就说出口了 看着俊姬坐在操场哭得那么哽咽 也许她心里明白了 这世上再也没有哪个女人 能爱她爱得这么深 这么痛了 虽然很沉重 但这是用尽生命在爱她 好了 喜欢的小伙伴可以看看原片 您的点赞关注是大于每日更新的动力源泉 在此万分感谢 我们明天见咯